今天帶來看你們家的網路是順暢的嗎 因為台北凱破大寬屏 昨天中午12點多的時候 驚傳了火警意外 警銷人員貨報呢 趕到現場撲滅火事 初步研判呢 疑似是因為防火上的電線走火 才會造成這個起火 不過呢 這麼一燒也害光鮮網路毀損 周邊的民眾都表達 強烈的不滿 好幾名維修人員蹲在地上 將斷掉的電纜光鮮重新組裝 準備更換 雙手完全停不下來 這裡是凱破大寬屏 位在南港松河路機房 早上發生嚴重火警 看到冒煙冒很大 對啊 就是好幾台家網路飛過來這樣子 對啊 後面就是網路有斷掉 現場瀰漫著濃濃塑膠位 10號中午12點多 上半大樓機房突然冒出濃濃黑煙 警銷人員貨爆立刻趕到現場 不隨限搶救 一旁還有隊員小心戒備 就怕會延燒到隔壁工地 實際重溫現場 台北是一間有限電視公司 金船火警意外 不僅機房設備遭到燒毀 同時受到影響的住戶 也凋達數千戶 經過20分鐘火勢順利撲滅 不過這個地點 恰巧就是凱破大寬屏的機房 周邊設施被大火這麼一燒 幾乎全部毀損 面對突如其來的惡火 台北凱破外牆被燒得一片焦黑 電纜線的外層塑膠 更被高溫燒到溶解 場面相當驚悚 只是寬屏機房出現大火 連帶影響收視用戶 火勢串出後造成大規模斷網斷訊 會這麼嚴重全是因為 這座機房裡頭的光纖網路受損 雖然工程人員在火勢撲滅後 就進入裡頭修復 但程序複雜還需要將光纖 融結結斷 再重新接上 光是搶修時間就超過8小時 畢竟在數位時代裡沒有網路 相當不便 甚至還有人無法工作 生活大受影響 目前初步調查疑似防火象點線走火 至於起火原因為何 還有帶消防局進一步釐清 記者中央報導 這些火警呢 讓這個用戶對於斷網斷訊 感到非常的困擾 而且呢 影響的範圍涵蓋了台北市內湖 南港到信義 由於收復的時間一拖再拖 直到凌晨才全部搶修完畢 不少的居民呢 一整天都沒有電視可以看 甚至沒有網路可以用 實在相當痛苦 記者呢 也實際走訪受影響的地區 地區那個居民呢 直呼好不習慣 很麻煩啊 對啊 沒有電視好看 這現在沒有電視 好像很辛苦 對啊 客人也要看電視啊 凱坡大寬屏時靠大規模斷網斷訊 南港內湖到信義的用戶 通通受開 電視不能看 就連網路也連不上 吃早餐沒電視配 客人毫不習慣 沒有網路 我在電視器就都不用了 對啊 了解 所以很麻煩 所以要改進 你也可以緊急你好了 對嗎 不然要換台了 另一頭也有長輩一整天不能看電視 上班上課時間 一個老人家在家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事 想打發時間只能跑到里民活動中心 找里長唱唱歌 在廚房 其實奇怪 我電視怎麼沒有聲音 那我就趕快跑出來 怎麼顯示都不一樣 我一直在 我以為說我電視壞掉 我就出去走一走 不然一個老人家在家裡很無聊 凱坡趕緊強調將針對受影響用戶 進行費用減免 只不過細節仍有待公布 有收到的應該就有七八個了 早上接近中午的那個時間 然後可能一直影響到晚上將近八點鐘 才陸續的做一個修復 會有少部分的人會覺得說 這是他的權益受損 那應該要做一些 下一個月的時候你的收費應該要有所折扣 不少受災戶質疑凱坡處置慢慢拍 就怕最後會求助無門 決定主動在臉書發起集體求償捍衛自身權益 這有作者郭一軒台北早報 在酒吧 會有很多人會有所折扣的 在酒吧 會有很多人會有 於是 下一個月的 在酒吧 在酒吧 有很多人會有 在酒吧 直接說